3月3日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乘坐的航班 如期降落在台北桃源机场 证实了此前传出的 关于他可能会在民进党邀请下 于3月初窜访台湾的消息 不过和昨天拜登当局派出的一众 前政府高官组成的代表团相比 蓬佩奥得到的礼遇就差多了 仅有台外事部门次长 北美司长两人抵达机场接风 据台媒报道 蓬佩奥窜访台湾期间的行程满档 可谓是把戏 做足了 他除了与民进党当局相关政客会面外 还安排了所谓公开演讲 媒体联访 并与台商业界代表人士碰面 可笑的是 尽管如此 蓬佩奥仍不忘在社交媒体 发文酸一酸美国现任拜登政府的政策 讽刺拜登宣布 美国不会出兵乌克兰的决定 是其最严重的失败 今天上午 蓬佩奥在民进党当局 给其提供的一个场合中公开发言 论调完全是在附和蔡英文等人的暗毒论 他还与拜登政府唱反调 篡夺美国应该改变50年来的 所谓对台模糊策略 所谓外交承认台湾地区是 所谓自由主权国家 其实蓬佩奥到台湾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捞取经济和政治利益 他早就盯上了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 这块肥肉 想借着篡访狠狠捞一笔政治佣金 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蔡英文等人 无视岛内团体的强烈抗议 唯唯诺诺地影韵 打碎牙 往肚子里咽 3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周五 在台北演讲时 称美国应立即采取措施 对台湾予以外交承认 你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蓬佩奥是一个信誉破产的前政客 这样一个人的狂言妄语是不可能得逞的 根据台当局的计划 蓬佩奥将在接下来得到民进党二号人物 赖清德 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立法院长游锡坤等人的国宴款贷 并与蔡英文举行会面 与两天前抵达台北的那支拜登派出的代表团 可能有所不同 蓬佩奥无论如何是没有资格代表美国国家意志的 对此新党秘书长侯汉廷就有指出 两团先后来台又互不见面 到底哪一边能够代表美国政府 蓬佩奥到底代表哪一支势力 小编认为蓬佩奥不仅不能代表白宫 甚至也不能代表现在的共和党 他唯一能代表的是 民进党用钱养出来的那批专业能力基本没有 整天就会吹嘘的美国极端反华智库 看上去这次是蓬佩奥访台 实际上是赴台向金主报告工作 根本不具备任何政治参考意义 只能说唯一的作用就是恶心人 民进党当然想制造一个美国官员频繁访台的氛围 不过实际上从这次活动的细节上看 似乎蓬佩奥一行人是乘坐普通的迷航班机来台的 甚至专机都没有安排 这才给岛内民间政治团体 当着蓬佩奥面打横幅痛骂的机会 不然的话恐怕蔡英文会激动到 亲赴机场跑道上去迎接 民进党处心积虑想要营造出一种 在国际上得到关注 得到支持的假象 来满足台独分子对自身安全感的需求 所以花钱制造了这次美国前国务卿访台的新闻 说到底就是做个样子 给岛内的台独们看看 很显然蔡英文忘了作秀 也并不能阻止两岸同胞迫切想要统一的心愿 更不可能获得美国的所谓保护承诺 3月4日 台湾联合报独家消息称 蓬佩奥抵台被蔡政府解读 要强化台美友好关系 但知情人士提供台驻美机构的电报 称蓬佩奥此行是为争取退付基金 劳退基金投资旗有关的阿纳洛克公司 抗中挺台是假 来台争取退付与劳保基金当政治保护费才是目的 联合报称 其实蓬佩奥此次亚洲行 早传出有商业考量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一封于去年8月2日 发给台外事部门的电报 相当程度坐实传言 根据台驻美机构这封电报 蓬佩奥去年7月8日 就率阿纳洛克公司投资长拉玛迪 到双向元与台驻美机构代表萧美琴见面 会谈过程 拉玛迪也提到该公司 叛与台方建立投资伙伴关系的构想 知情人士表示 蓬佩奥此次来台并非为保台挺台 而是要亲自牵线当监军 确保退付基金 劳保基金与政府安排私部门基金及企业 对阿纳洛克公司注资 该人士质疑财政府做法 无异于是把军公教退付基金与劳保基金 当政治保护费 对于联合报的爆料 不少岛内网友对蓬佩奥表示不满 有网友骂蓬佩奥 台湾人吃寒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买超贵武器还不够 连退付与劳保基金都想要 够狠 有网友骂蓬佩奥 果然是我说谎 我欺骗 我偷窃 还有网友骂生意人无力不起早 美国人无钱不来台 也有网友骂民进党当局 蓬佩奥来收政治保护费 还颁给他特种 大受警星勋章 是脑袋进水了 还是被卖还帮人数钞票 跪舔还要倒贴台湾人 纳税钱劳退金 对于联合报爆出蓬佩奥抗中保台试假 来台侵吞退付基金 当政治保护费才是目的 民进当局自然是死不承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四日声称 这是很恶毒的谣言 对莱克非常不礼貌 台外事部门也声称 相关报道擅自恶意揣测蓬佩奥访台意图 企图丑化 深感遗憾 对于民进党当局 仍在为蓬佩奥来访目的辩解 有岛内网友骂道 外事部门要全民当盘子 还怒回应 这种过期政客 不会受美国民众欢迎 与此同时 全台发生严重的大停电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 全台在大停电中迎接蓬佩奥到访 也许不只是一个隐喻 不断鼓吹两岸对抗的蓬佩奥 会在乎台湾经济与人民的安定吗 蔡英文忙着扮演外交棋子 会在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吗 社论说 讽刺的是 就在前一天 台环保署的环平大会 以短短一个半小时 快速通过中游的三街外推案 蔡英文当局笑纳了 护藻礁公投失败的成果 说好的藻礁永存 必要时可以弃之不顾 至于说好的供电无余 却连年上演大停电 民众也只能继续买单苦吞磨难嘛 去年蔡英文当局大内宣奏效 四大公投皆位过关 当时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集成侍警 明年一定停电 大家做了决定就不要抱怨 昨天不少网民翻出这段话 大赞郭董神预言 真是先知 问题是如果人民自甘接受大内宣洗脑 任何先知或专家的明智警示 又有何用 近几年台湾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停电事件 台电的理由形形色色 撇开溃线跳脱这类芝麻小事不谈 原因包括包商操作天然气供应管路 卡片更换不当 变电厂故障导致电厂电压骤降 太阳光电及风力发电不如预期 核电厂人员滑动椅子物击开关 变电厂老旧故障起火等等 这些都还只是台电的片面之词 明眼人不难看出 绿能发电比重不如预期 是决策判断一路错误所致 设备老旧未能及时更新 是经营管理待乎 除此之外 属于执行层次的胖手指输物 则多到不可思议 换言之 台湾的停电事故频繁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一方面具有决策不当的因素 另一方面则是台电士气低迷 导致人为疏失不断 两者并交互影响 因此每次停电过后 台电对外解释 都以被转容量率充裕为由 要民众放心 这样的说辞其实已经毫无说服力 原因是 就算被转容量再充裕 往往内部一个人为疏失或系统失灵 就导致各种跳电断电事故不断 以昨天大停电事为例 被转容量率还高达24% 但系统一挂掉 所谓被转容量根本无用武之地 刹时间 民众家中所有电力设备均告停摆 商店铁门无法开启营业 电脑无法使用 送不到民众家中的电 无论被转容量多高都等于零 更重要的是 台当局能源政策失当的问题 已被摊在阳光下 蔡英文当局仍装作视而不见 无意调整解决 最明显的事实是 最近台湾电力供应的紧张时段 已由夏日午后 移到常日的太阳下山后 即使在冬日 也出现供电紧俏 问题就在太阳光电的能量 在日落时刹那归零 这个问题远可透过 延缓极有核电厂退役解决 以设法保留多一点稳定的 机载电力 但蔡英文执意推动飞核 却把任务交给脆弱多变的 燃气发电承担 试想 天然气价格亦受国际行情波动 又储存不易 要靠它供应全台五成多的电力 根本是不切实际的设计 就算台湾可以用高价购得 一旦两岸发生像乌克兰那样的战端 台海遭到封锁 天然气运输船根本无法入港 届时 大陆不必动手破坏台湾电力设施 台湾自己就陷入了缺电 及停电的困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